我刚做到出小人数期 出那个支配头盔也蛮好的 支配人马上去 那个支配头盔 一个宝宝血那么多 能挡好多箭 对白虎现在DBS还是完全依赖于技能 而且支配头盔白虎也能用嘛 就有续航的 虽然那个弹道看起来挺伟的 在白虎身上看起来 但我很喜欢支配头盔 它那个音效 就那个 是吧 就那个吸血那个音效吧 田在上路被射中了 对 四只饶虎过来了 还有一只在家 我看近卫方的天台方也去插了不着眼睛 那近卫方要开始打上塔 天台方的人也是向上塔去咯 先出箭了 但近卫方写不多 不过箭射的很准啊 再一个后手箭 又射中 哦呦 果云类是这个观众是被批的爬 就被射死到这里了 一边团战先看 哎这一箭没射到 大家的箭肯定都碎地了 对这要沉没几秒 然后再开始下一轮呢 要装弹药啊 哎这一箭加龙 一箭射到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那这个后手箭 又一个箭 哎呀还好他走了 要不然接下来这几箭 基本上躲不掉 哎这个河道 谁生了第一几箭 我发现 有个主成T的 这个一弄弓好像要倒了 两位观众都是最先倒的 在空中 这边又TP过来 这个射中了一箭 好 但是呢他只有这一箭了 没有别人帮的输出 这边 哎呦 这个TT死了 甲龙再次倒掉 这边又一箭射的野怪 暴怒的小手 被射的暴怒了 这边这一箭射中了 焦太郎 再过来一箭 又射中了 这有对我过来挡的 这个果云类的 很重感情啊这个人 哎这刚好跳到别人 哎这点人点人 好 这一箭漂亮 影子倒了 左边的还准备推塔 应该比赛了 但被小S终结了 小S也是捞了点 那个补给品啊 刚出过鞋子 这个进行方 还是在攻这个塔 又是一根箭射过来 一根剑一根剃 有没有剑 有剑 有剑 有剑滚人位 又剃的挡了一箭 古云类要死了 我感觉 古云类要死了 古云类挡 挡的有点多了 这个体力不支 古云类都是天灾的挡箭牌 对 这个标准的挡箭牌 这件事我来开了一下事业 这个古云类 你以后可以去注册个商标 古云类挡箭牌 古云类挡箭牌 这个挡 挡到我死你都不会死 诶 这两个人离那么近 谁也没射中谁 一个射上面射中了 但右边那个人水平太臭了 这谁啊 焦太狼啊 离那么近都没射中别人 一直在看上路的 都没有发现他旁边有人 加龙还在为秘法来打钱 啊 他这个 就让每次放不来箭 就被射倒了 他这个装备路线走得有点诡异啊 就让瓶子比秘法可能要好运一点 诶 四只老虎 两只真的两只假的 这边我们看这一箭 没射中 踢住了 哇 焦太狼倒到这边踢一个 再跳过来追 又一个踢 踢还是比箭要准一点的 又跳过来 哇 三只箭飞过去 虽然这个箭不是一个大箭 是一个小箭 上路的二塔也 一上路二塔也要沦陷了 感觉 这个到时候可以出分人府 我觉得 嗯 对 一大堆了 后过来 吓得你是一人给一箭 啊 这边已经出了一个BOT了吗 三天TP啊 我也是BOT呢 我看到这个军营方打 打这个据点的时候啊 我觉得很像现在战争 就是一堆人在前面 一堆人在后面 这个放超远距离的大炮 就好像我们这个打 打帝国什么的啊 就是正面 城池是用兵来压 侧面是用投入车来攻 你出也不是不出也不是 好了 这边啊 影子出了BOT 还背着两个罐子来补血 背着魔瓶来补蓝 魔瓶补血效果太差了 完全不如这个罐子 这个用tiny的人可能是有感触 有一个人在飞城仓选啊 说看谁是最厉害的母老虎 这个老虎这样的血作用不大啊 他这个老虎只是用来跳一下 还是要靠手龙的一个弓啊 因为你跳别人也跳 实际上没有太大意义 我们看天台方过来了先t一下 谁在商店里面射一件 这么猥琐 射的这个森田都 开始说话了 吓死我了 天台方这个级别不太行 我看有人好像要出漩涡了 这可是兜林本要出漩涡了 这边银档光还出散尸要 其他人天台方这边还是出甲腿跟秘法 这个加龙秘法应该已经好了 那最好赶快合出来 肯定还是有很多人都想出甲腿 这边又是一键射过来 拍了一下视野 看见了焦太郎 这个幻象座挡箭牌也不错啊 对 别人实在是也不太好分清 这一键没射咒 这是谁啊 这个HD卡到这个封里面了 钻洞啊 箭洞 箭洞就钻 HD 跳过来 这边T一个 人少不要硬打 对 你们不要赶快撤掉嗑药 看人数的 装填 装填啊装填 这一键我们看 那我全过来 哦 没射中 那等下一键 饼子出了飞鞋 这一键射中了焦太郎 过来 给了一键 跳过来TT 我我我我我 一个Double Q DOMATING 这谁 你们要不要过来 也发现自己没什么东西可以射了 这边给了一键 也射中了一个野怪 拿到了一点金钱 你们要不要中箭了 跳走漂亮 可以再经典一些吗 来给他挡一下 这边如果这键能射死啊 这一键 但在塔下 而且不是五秒的 对 走了 那么这波天方能拿还这个 呃这个二塔估计是要丢了 独立美飞鞋 大剑 身上还有1200 对 他要出漩涡 现在漩涡改成大剑盒了 嗯 是五六里面改的 这个具体那个版本改的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装面我确实我也不爱出他 但是我用这个DPS 我用这个保姆兽 我一定会出漩涡的 一键过来 哎呀差一点射到了一键光环 差一点 这一射到碰碰碰一键人跳过来 就是一键 那明明是这个双倍啊 这要谁再重一些的话 上级三下就点死了 那目前我们看补刀数最多的是 当年贝贝和滚云类 滚云类补刀还挺硬的 嗯 老白和滚云类 嗯 补刀的真的是参差不齐啊 最少的人才补了15个 谁啊 我看是 骁太郎 骁太郎 骁太郎确实打得不行啊 这个骁太郎 刚才两个人离那么近没射中 然后呢又又 他自从 他自从结了婚以后就变尾了 骁太郎是哪个 鞭啊 啊 鞭 鞭啊 大家现在都比较喜欢用小号 都开马下 好看这边给了一键 开视野的 那这边上温有危险 哎 小冰铁挡了一键 踏了 跳走 那这会儿进行方也面临问题 如果再围好装备 不太好推 推外塔也挺累的 现在还差左边跟右边两个外塔 要顺利的拆掉 嗯 啊 这边你们有话说他们巴的人窮的都不买TP了 都在憋 都在憋大件 憋大件啊 哎呀 过来 这个我们知道 抱怨的 抱怨的结果一般来说可以想象到的啊 就是像这样 郁闷的死去 好 又倒了一个 加龙过来带着队友立功了 啊 说枪打出头鸟 这边又给了一键 两个人过来能够杀掉HD Winter 这边踢一个 又踢死了一个漂亮 这边 这一方又包夹跳过来再一个踢 哎 一丝血 又落了一下 滚了那悲剧了 落两次了